大家好,我是少年 请给大家讲一部老头养了十年女童 最后想取一他的荒唐故事 宫 在未来的大海上 有一艘渔船住着一位老头和一位少女 这艘船是给游客提供钓鱼和管警用的 而少女长得甜美可爱 难免遭到游客的凯游 这时,老头总会射出弓箭来警告游客 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 少女总是淡定地拔下利箭 便离开了游客 而老头还有一项本事 那就是算卦 而这算卦的法子是比较独特的 让少女在船边像球铅一样晃着 由老头来舍出利箭 再让少女告诉老头算出的结果 一艘船,两个人看起来是那么的幸福 但是在夜晚,老头却在帮少女洗澡 在少女熟睡的时候 他在量少女的身高 当发现少女又长高了那么一点 老头非常的开心 他在日历上打了个叉叉 而这叉叉说明 离他可以娶少女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没错 少女是老头十年前收养的一位女孩 老头照顾了少女整整十年 便决定在少女成年的那一刻娶她 从没下过船的少女 不懂世界的险恶 不懂人心的黑暗 他只是乖巧地认为 老头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而有一天,船上来了一位青年 十年以来这船从来没有青年上过 对于这位青年 少女莫名地产生好感 于是,他偷偷地来到青年身后 再下了他的耳机 自己带了上去 两人的年纪相差不大 对于大陆的事情更是一问三不知 于是,在与青年的交谈中 少女渐渐地迷上了这位青年 两人和睦的相处 在老头眼中却是那么的暧昧 于是他非常的生气 走来少女身边栽掉了青年的耳机 便带着少女离开了 而当夜晚 青年来到少女房间时 却发现老头在给他洗澡的一幕 对于这一幕 青年是无法理解 但是天真的少女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对着偷看的青年微微一笑 在青年询问自己父亲这少女的来历时 他也知道了 少女在船上待了十年 不久 他们游玩时间结束了 青年也就这样离开了 少女在青年走后 便经常带着青年送给他的耳机 听着歌曲 眺望远方的海洋 这代表的是一种思念 但是老头却很直接地将耳机给摔坏 这让少女心中第一次对老头产生了厌恶 他在一次偶然中 看到老头在柜子里放进了结婚用的礼服 少女的心又再一次产生了抗拒 再一天清晨 老头外出采购 少女来到老头藏礼服的柜子前 将他撬开 穿上了这套礼服 带着青年送他的耳机 即使这耳机已经坏了 但少女依旧能感受到音乐的律动 他撕连着青年 而当老头外出回来后 他将一条项链带在少女身上 可却被少女无情地扔在了地上 并跑到了床外 随便地靠在一位游客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老头 显然是非常的气愤 因为少女已经开始反抗自己了 不久后 青年又再次来到老头的船上 而他的到来 少女很主动地上前与他交流 甚至晚起了自拍 一根利剑射在了沙发上 这一刻 少女的眼神稀利无比 他恨老头 于是在傍晚穿进了青年的被窝 这一幕就是为了刺激老头 果然 老头将青年以及所有游客全部赶走 他要立刻马上跟少女完婚 可在夜晚海风肆虐 这让他的计划又破灭了 但当天亮时 青年又回来了 并带了一张寻人骑士 威胁老头 于是 老头决定用算命 看少女到底跟谁 可结果却让老头非常的不开心 但这是天意 老头这一次 没有阻拦少女的离开 而没有少女后的老头决定自杀 幸好被少女发现 给救了下来 看着老头 少女决定要嫁给他 在温暖的阳光下 两人对白 在婚礼仪式结束后 老头向空中射出了一箭 拿走了少女的童真 随后 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后的最后 用来算命的大船 一点一点的下沉 少女对着这艘船 挥了挥手 故事 结束 这是金基德指导的一部电影 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人琢磨不透 在剧情里 少年没有提到的是 这弓 也是老头用来奏乐用的 当把鼓拆下来后 这乐器又恢复到能射出利剑的功 功在关键时刻 能保护少女 但也变相地 经过了少女的自由 而乐器 却又能在深夜中 拿出美妙的二胡音 代表着老头 对少女的另一种爱 整部电影几乎没有对白 老人对少女的占有欲和情欲 少女对逃脱的欲望 以及青年对少女的欲望 这是一部将人性欲望 展现到极致的电影 这也只是少年对这部电影的 最基本的了解 对于功这部电影 看过的人 觉得经济的 更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更多近代视频 请关注少年看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